身高183公分 擁有一雙逆天長腿 19歲的羅嘉玲 是本屆中華隊 跆拳道最年輕選手 初登奧運殿堂就拿下銅牌 爸爸媽媽守在電視機前 為女兒感到驕傲 從小生長在跆拳道 世家爸爸羅文祥是教練 哥哥羅玉成也是跆拳道選手 羅嘉玲從幼稚園開始 就在道館長大 道館隨處可見他的海報 和大大小小比賽獎牌 每次出門比賽 都是全家跟著跑 一邊陪女兒 一邊當作是旅遊 羅嘉玲2015年 首次參加國際賽 就拿下銅牌 2016 2018年 連續兩屆 奪下世界青少年 跆拳道錦標賽冠軍 卸下台灣第一人記錄 今年5月 在亞洲區資格賽 一度壓力大到淚崩 但最後仍如願搶下奧運門票 覺得會是蠻新鮮的 一個一次比賽吧 就是像算是成人組 第一次的大比賽 所以覺得 充滿刺激的感覺 參加奧運興奮多過於壓力 私下的他喜歡做蛋糕 和玩拼圖 藉此紓壓 回到場上後 更能專心投入 年僅19歲 就在奧運舞台發光發熱 被視為跆拳道超級新秀 未來表現令人期待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